大家好,我是Emma 最近在马来西亚疫情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 大家一起加油哦 那么为了安全我就很少会出门 除了做工之外我都尽量待在家里 昨天上班的时候呢,为了买一些粮池嘛 我就跟我的同事一起去到附近的一个中国超市 能发觉到有这个东西 很厉害哦,大家看 是什么,小样浓汤酸辣粉 虽然市面上卖了很多酸辣粉 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被这个吸引到吗 我跟我同事呢,都一起个人买了一罐哦 因为呢,你看它这里写什么 这里写什么,内震100ml小样乳酸菌一瓶耶 其实它不是很大罐,就这样子哦 可是它里面竟然有乳酸菌和酸辣粉 所以呢,就被这个吸引了 那么今天我就开箱给大家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样的 然后也试吃咯 一起来看看盒子里面有什么吧 里面呢,就有这个粉丝 酸奶,还有花生包,蔬菜包 还有一个黄色的叉子 醋包,酱包 还有一个吸管,粉包 然后辣油,就没有啦 就是这样子 全部东西加进去 蔬菜也加进去 酱包 好,加完进去之后我就加热水 加到这样子 盖起来 等个6分钟这样子吧 然后就好了 最后才把辣油跟醋包一起加进去 香香的把它搅匀 这个呢,是我装滷的肉哦 里面有乳豆腐,乳肉,还有乳鸡蛋 不咬 那么来开动咯 这一个呢,就是我煮的乳肉 我先给大家吃一块肉哦 因为我肚子很饿 那么来试这个哦 试这个酸辣粉 其实呢,我有点热气了 就已经咬到我嘴巴了 很喜欢吃这个辣辣的 诶,不会很辣诶 我也觉得会很辣 嗯,真的很不错 可以去试试诶 它的味道跟其他的酸辣粉真的有不一样 因为我也有吃过几款的酸辣粉 这个,嗯,感觉比较温和 而且也,不是说不够味还是什么 它是比较温和,没有那么辣 然后吃起来蛮顺口 嗯,好吃 好吃 开始吃肉 滷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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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了隔夜 所以会很入味了 嗯 有点咸 试试看,放一块肉上去 这什么神吃法啊 神吃法,大家看 嗯 嗯 我会不搭诶 嗯,很开胃 好吃 有人拿来这样吃过吗 拿酸辣粉来配乳肉吃 蛮不错的 它味道不会突乎诶 嗯 嗯 好吃 这是肥肉 嗯 这个很推荐诶 它很推荐给 你要吃酸辣粉 可是不能吃太辣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很辣 不会有呛到你啊 来 来 那么我吃这个卤蛋给大家看 跟卤蛋 我卤的蛋 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自己爱 怎么吃东西的方法 我呢好像 如果是卤蛋的话呢 我会拿出它的这个蛋黄 放在这个酱里面 然后弄碎它 把它给弄碎之后呢 它就会进很多那个酱的味道 然后这 鸡蛋了 差不多要吃完了 它酸辣粉 最后一块 啊 最后一块猪咯 哇 吃完了 哈 还有酸奶 嗯 我刚把它放进冰厨 嗯 比较想喝冷的酸奶 这个酸奶 西瓜 好喝 是 很像鸭骨的味道 就是原味酸奶 不是 是好喝的 好喝的酸奶 喝完啦 一秒就喝完 不救 哎哟 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不救了呢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也可以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你们想看我拍怎样的影片咯 啊 对了 如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呢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谢谢收看